靠著招牌足以夾死蚊子的酒窩 迷倒不少姐姐妹妹的暖男代表刘以豪 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走上伸展台秀出最新流行的表款 大学就读设计稀的她 期待有朝一日 可以推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手表 那即将到来的这个情人节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已经要挑选好 你没有送你过礼拜了 有 不小心说溜嘴 疑似已经挑好情人节礼物 甚至还从背后熊抱 替女主持人戴上手表 让前来参加见面会的粉丝好心碎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刘也豪表示 这段时间忙着工作拍戏 在感情方面已经空窗三年 我觉得男生可以学下来 好浪漫哦 其实如果自己有心理的对象的话 然后你就要眼睛闭起来 默默走到后面帮他戴手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动作 从彩妆 啤酒到洗发精等 刘也豪光代言就吸进两千万 而他除了恋团参与多部偶像剧的演出之外 现在更推出个人的写真创作 邀请粉丝努力张开全身的毛细孔 一同来趟悠闲的小旅行 这是我第一次出自己的书 然后是跟我的大学的好朋友一起出发 所以里面的照片 其实我一直被摄影师叮 非常好笑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做作啊 你不要给我商业的笑容好吧 YES 维路讯人中心 台北报导